就是说这个秀 给旦云转交了一份资料 那么这些资料 是关于天安门母亲收集到的 迄今远未披露的 这样一些人的名字 结果你前面谈到 就是你周围认识的一些人 他们的亲人失去了 也不敢说 所以说你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死亡的人数 是一个比当局披露的数字 要大得多的一个数字 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可以说是这个意思 我的朋友杨栋料 正是时报的记者 正在天安门广场上 台湾的著名记者徐中奥 在天安门广场上 被枪击中 抢救这个抢救的过程 杨栋就在医院陪着 也在医院看了很多 转了几个医院 这个徐中奥现在还活着的 那他们当年都是拍到 大量的东西 我也是看见 北京当时很多朋友 还是有照相机的 从我们看到了 各种的史诗的那些照片 都不止他们说的 两百多人了 那我还有一个朋友 我就不点他的名字了 因为他在体制内做官的 这个悲伤的故事 我现在一定要说出来 夫妻俩都没有参加六四 又在三号晚上 他还在单位加班 推着自行车往家里面 走无缘无故的 一枪把他肚子射穿了 就被北京的那些群众 把他紧急的送到 府京医院去 抢救 然后第二天 开始 军人就开始到 各个医院去 搜查有枪伤的人 医生护士又为了保护他 把他的病例 床头牌子 修改成是 胃肠手术的病人 而且是写在十天前的 那来搜查的士官 士兵 才放过了他 然后等到他在医院允许他出院了 那会蛮高兴的回家 他是住在岳父岳母家的 他老婆叫北京人 岳父岳母 一看到他回家 简直 没想到 他还回来了 就苦 然后问 他媳妇呢 父母说 我们的女儿那天晚上 听到外面猖想 你又没回来 非要出去找你 到你单位去找你 我们拿都拿不住 然后 他就出去了 现在从那天出去了 到现在为止没回来 我们去 因为我女儿也没参加运动 我们去公安局 派出所 到处去报告 就找不到 然后我这哥们 那得了 自己的爱情 为了去找自己 失踪了 而且他是体制内的小官员 又赶紧通过体制内的 找组织 因为组织证明他不是暴徒 也证明他 太太不是暴徒 就去找戒严指挥复 就像我在书里面 五星那个一样的去寻找 至今没有回来 他的太太 至今也没有任何遗址通知说 你家的某个女人 死于了这个 那小水呢 完全失踪 他的悲剧 更在于若干人都找不到 组织上又跟他 不断的警告 不许说 首先他们兴婚未久 他是爱自己妻子的 又住在岳父母家的 岳父母女儿没了 又是独生女 他得养着岳父母 他自己还不好意思搬出去了 十几年过去了 二十年过去了 岳父母不说 孩子你不能这样等了 你还是该结婚要结婚了 岳父母也是已经 多年女婿当儿子了 岳父母反复动员 我们所有的朋友 动员谈结婚 只好结婚了 毕竟才四五十岁 那个已经等了一二十年了 该做到的情感也做到了 还是想要个孩子 就结婚 找了个年轻的结婚了 对新婚妻子也爱啊 人是个人 他这个男欢女爱 他都有感情的 他经常找我喝酒 喝酒喝了 喝着喝着 就把衣服撂起来 给我看他的墙上 就哭 哭什么呢 他说岳父母 你知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 我那个时钟的妻子 又回来了呢 我怎么办 我能够把现在这个妻子 刚生孩子 我能把他赶走吗 这样的 这才叫人间惨剧 当年你想一想 阿根廷 在他的军事独裁 维基拉政府时代 秘密绑架 杀害了 也是九万人了 那么一个阿根廷小国 他们形成了 那批 失去了自己孩子和丈夫的女人 因为在 布伊波斯艾尼斯的广场上 叫五月广场 他们就在五月广场上 每周游行 死层在世界史上 最早于就是 1977年五月 早于六十好多年的 一场伟大的军事 五月广场母亲运动 就是这批女人 一直坚持一直坚持 到这儿 1983年独裁政权覆灭 阿根廷终于有了民选政府 到今天为止 我认为在中国的反抗 民间反抗之上 女性 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们的勇敢 他们的不曲 他们的坚强 从明昭一直到现在的张展 包含白色运动的那些女孩 让我们男人汗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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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花若人断肠 我心思紧紧藏 被碰了 也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断 除了我孤单 在路边穿霜 巨花残 翻地上 你的笑容已徬徨 花若人断肠 我心思紧紧藏 被风乱 也未央 你的影子剪不断 除了我孤单 在路面穿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